这是一段让你完全放松 平静的时刻 这是一个让你感受温暖 自在的原地 在当下 在这里 你可以真诚地面对自己 我是你的心灵守护者 我是安安老师 我是安安老师 哈喽 各位听众朋友 大家晚安 欢迎收听安心SO GOOD 我是安安老师 又到了每个周末夜晚 和各位听众朋友 在空中相会的时间了 我们请到嘉宾来跟我们聊天 欢迎法兰 哈喽 各位听众朋友 大家晚安 我是法兰 你今天讲话怎么那么稳走走 没有啊 我就是想说每一次都是烟酒嗓 我今天要不要来改变一下 一样啊 还是很沙哑 好了 这就是我的特色 对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 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微信号就是 安心SO GOOD的拼音 A-N-X-I-N-S-O-U-L-G-O-O-D 欢迎你们 欢迎加入我们的群 加入微信平台就可以加入群了 里面就会有群的那个加法 所以先加微信平台 好的 欢迎加入我们的平台 我们今天照例要来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 这个问题很多人提 真的 好多人有这种困扰 就是 觉得压力很大 因为非常在意别人的看法 所以他们就是 都不开心 可是呢 这一个问题我就会想到 安安老师 因为他完全不在乎别人的看法 我也会在乎啊 他并没有 他可以就是 我跟你讲 我完全不在乎的人 也就是也不是很正常 我没有到那个阶段 没有啊 就是我有时候去他家找他 我就会看到他全身穿的非常的 就是完全不像是一个专业人士 但是他可以在我外 就是家里的外面闲晃荡 他不在乎人家怎么看他 他觉得他就是做自己 然后他好快乐 我觉得他老师总是很快乐 我们家的人有这样特质 因为我记得小米有时候会回微信给我 他就会说 姐那个 今天听众又问我 为什么要 就是很在意别人看法怎么办 我真的不知道 为什么他们那么在意别人看法 为什么要管别人啊 别人又不是你老板 对啊 就是你觉得你自己很好 你觉得你自己很棒 然后你为什么何须介意别人怎么看你 其实大部分有这种疑问的听众朋友 你们可以反问自己 我为什么要介意别人的看法 你会觉得很不make sense 是不是因为自己很没有自信 所以感觉就是别人都在用 就是有疑问的眼神看着他 也不是 就是其实我们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讨好所有人 总是会有别人看你不顺眼 这是很正常的 但是呢 很多人就把正常的事情看成是很不正常的事 就觉得一定要大家都喜欢我 其实没有一个人可以被所有人喜欢 对啊 你可以尽量的让多一点的人喜欢你 但是你不可能讨好身边所有的每个人 而且你为什么要讨好他们呢 他们对你的赞美 或者是对你的批评 对你的人生 有没有实际的帮助 除了你当下的那个感觉以外 当然被人家称赞的话 但心里一定会很好受啊 就是啊 你好漂亮啊 你怎么那么厉害 你会做那么好吃的菜或什么 这些当然都很好 但是问题是 你没有必要为了去赢得一句赞美 然后去做很多 你看世界上这个所有这些 我们说伟人也好 成功的人也好 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都是受尽多少的屈辱 但是他们都不把这些屈辱当一回事 就是别人讲别人的 他们做他们的 韩信就去爬了人家的胯下 你看他现在也不是是个 就是大家一直传送前年的一个故事 或者是大家最佩服的马云 他不是在创业的过程当中 也没有人看好他 但是他就是很坚持他要走的路 是啊 他也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 然后他就是坚持 然后他也不是做这些事 是要赢得身边的赞美 然后他才去做的 他只是很坚持的知道 他自己要走什么样的路 所以懂得自我赞美很重要 所以那我们想 就是请万安老师一下 就是要怎么样才能学会不自卑 其实很重要的是 你要先找出自己的价值到底在哪里 你要先去肯定自己的价值 应该是说每个人活着 就是有他的价值在那 就是有他的一个长处 比如说你特别的会唱歌 或者什么之类的吗 然后你去把它找出来 然后 好 比如说我这样比喻好了 地上的一朵蒲公英 跟长在树上的一个 苔显植物 你觉得有什么比较好 跟比较差的吗 没有啊 因为他们都是一个独立的个地 他们都有各自的美丽 对啊 就是如果我们硬要用一些标准 说什么长处或短处的话 我觉得这没有必要 因为生命的存在 本身就有它的价值 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找出 专属于自己的美丽 应该是这样做 对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啊 然后 你会发现 就算你的缺点 那也是你存在的一个标志 然后你就会发现 你的存在就是有价值的 对啊 就是如果你是一只 短角的腊肠狗 但你突然就是一直想到 自己的腿很长 然后每次看到那种 腿很长的狗 你都羡慕它的时候 那就是替自己找最瘦 因为你永远不可能 成为那个样子 而且其实你会发现 原来辣糖狗 它可爱之处就在于 它的腿那么短 它的短腿那么短 而且大家都要买 那个腿越来越短的那一种 然后越短最贵 是不是这样讲 就是找出自己的价值吗 对 如果你可以深深地 肯定自己的价值的时候 我们就说 有一句话叫 树高千尺不离根 你那个根就扎得稳 然后当你知道 自己的价值在哪的时候 其实人的很多 自我肯定来自于 你到底创造了什么东西 当你那个根扎得稳 你知道自我价值 就是很清楚 了解自己的优势 然后你就可以 依据这些优势 把你自己活得很好 你就可以真的 展现你的生命 你去创造很多东西 然后这些东西 被别人看见的时候 你就会越来越有自信 我还记得小时候 就是有一件事情 让我深深地崇拜 阿安老师这件事情 你有崇拜我 我都不知道 因为法兰总是笑我 就是穿着很不入流 他的穿着真的很不入流 但他真的也没有当一回事 因为没有办法 因为我的标准比较高 就每个人都有自己 自己的价值啊 对就是我每次 就是跟小米 就是看着 就阿安老师 不停地疯狂摇头的时候 阿安老师一点都不觉得 我们的摇头对他来说 有造成任何的困扰 因为他觉得 那就是他自己 他就是做他自己 他就是个邋遢样 对啊 我就喜欢穿得 很舒服的衣服啊 大部分人不快乐 就是因为 都在满足别人的期待 而没有满足自己的想要 而且很多时候 我们都误会了 我们都把别人的期待 当成是我们想要的东西 就比如说好了 很多人一直在追 追逐很多外界的名利啊 金钱啊 然后所谓的生育啊 这些东西 所以他们就是 就是你以为你想要 然后你很努力地去追 但是其实你却忽略了 其实你真正内在的自己 可能根本不想要这些东西 你可能想要只是一个健康 一个爱的关系 然后在追求这些的过程当中 你就把你从小到大 人家对你的期待 当成是自己想要的东西 所以在那样子追逐的过程里面 人家只要给你一些诋毁 然后你就会觉得 哇 那就好像很不舒服了 很受伤了 因为那个不是你内在 真正想要的东西 如果你是追求你内在 真正想要的东西 别人给你一些诋毁 或者是没有称赞你 或者是没有满足到 你也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 你也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 对啊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那个例子一样 就是我们不管怎么 诋毁安老师 他都不足以 就是把我们的话听在 他就觉得他自己很漂亮 他就觉得 我没有觉得我自己很漂亮 因为我就觉得 舒服是我想要追求的 对啊 而且他不需要 然后那个外观的美丽 并不是我想要追求的啊 对 那可能是外界的期待 但是我很清楚 那不是我内在 真正想要的东西啊 是啊 就像有些人会 为了外在的称赞 然后不停的去整形 也是一样的吗 或者是说很多 特别是我在香港 或者是现在在内地 我就看到很多 因为整个社会太物欲了 对 对 大家对于物质的那个追求 其实很多人追到了 就跟安安老师说 他觉得很空虚 好像需要再去创一个事业高峰 我说为什么 你已经什么都有 他就说不知道啊 因为当我很努力追到这一切的时候 我反而觉得很空虚 所以你还是要挖掘你的心里面 到底你要追求的是哪一样东西 然后也发现你自己有什么样的 价值 对 然后 然后 不需要去计较别人对你的看法 因为你是为你自己而活 不是为别人而活的 你要追的是你的梦想 也不是别人的梦想 是的 然后我现在要挑战法兰一件事情 因为在群里面呢 就是 听众朋友都很想听法兰唱歌 但是法兰这时候 他的自卑心态就会出来 今天上节目之前 安老师就一直叫法兰唱歌 他就一直不要 他很不好意思 今天讲完这一集了 我们就要听众朋友要自信 你要不要试一下 我陪你唱啊 我们小时候有一起参加过歌唱比赛 我们合唱 对 你自己说吧 挑战你的那个 你今天要来挑战自己的自卑 好 那我们就唱一首 海里来的啥 这首歌可能内地朋友不是很熟悉 它是台湾早期的一个名歌 就是 名歌是台湾 大概在我们父母那个年代 念大学的时候 所谓的校园名歌 就是那时候的大学生会自己创作很多的歌曲 对 对 好 我们轻唱一小段 好 预备 也许是 也许是 永恒 让我心拾起这一片真 后面还有副歌 那我们现在就直接进歌好了 就放南方二重唱的海里来的啥 让我心拾起来的啥 这一点真 你是否 你是否 愿意等到海里来地下 随着潮来潮往 与伤了我 你是否 愿意等到海里来地下 是否回答 海里地下 海里地下 拾起一把海里来的伤 就是拥有海里来的偶然 也许是上帝给的真 也许是阿拉给的月 虽然短暂犹如浪花 且不管这份月是否短暂 花成云彩却是永恒 让我心拾起这一片箭 你是否 愿意等到海里来的伤 随着潮来潮往 预想亮 你是否 你是否 愿意等到海里来的伤 是否回答 海里的伤 你是否 你是否 愿意等到海里来的伤 随着潮来潮往 愿意等到海里来的伤 你是否 你是否 愿意等到海里来的伤 是否回答 海里的伤 我愿意等到海里来的伤 我愿意等到海里来的伤 是一个让你感受温暖 自在的原地 在当下 在这里 你可以真诚地面对自己 我是你的心灵守护者 我是安安老师 我愿意等到海里来的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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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时候 因为我那时候安安老师 刚结束一段感情 那一段感情就比较 就比较可怜一点 那时候是因为有第三者介入 对 然后所以安安老师就决定跟 那个原本的男朋友分手 对 对方可能想要 脚踏两条船 但是安安老师就发现了 你可以脚踏三条 就比他厉害就大 对 我决定不要当船了 我要开走 直接开走 当油轮子去 可以包 那个再好几百个 没有我就开走 所以那时候就分手 那时候的状态是 情绪是很不好的 所以我大概三年多前 见了我们共同的那一个朋友 然后你知道吗 他可能就前一阵子 打电话给我这个朋友见面 然后他就跟我说我很惨 所以我这个朋友打电话来关心我 嗯 然后我就说 天哪都三年了 你们怎么会觉得我还 活在那一个 那时候刚刚刚 刚刚知道这件事情的那一种 负面悲惨的情绪 对呀特不晓得说 安安老师很厉害 以前是开船版 现在是开货轮 但是我当下马上就有一个 然后我就说好没关系 我们下一周 我们就 我们三个约出来吃饭 因为我真的也好久没有见你们两个 然后我就说 我来分享一下我现在的生活 嗯 然后当我挂了电话以后 我突然明白一件事情 呃 也不是突然明白 我突然联想到一件事情 嗯 然后我觉得我一定要找这个朋友 出来吃饭 并不是因为我要去跟他们说 我现在过得很好 这件事不是 而是因为我想要让这个朋友知道说 他可以过得很好 因为呢 其实那个时候 安安老师在跟 2012年那一位男朋友分手的时候 刚好我的这个朋友也跟他的老公离婚了 嗯 对 然后呢 其实我分手的状况 跟他离婚的状况 是非常相似的 他的先生有了外遇 嗯 然后所以他发现了 然后就决定离婚 嗯 嗯 所以基本上那时候他跟我有一种 嗯 同病相连的感觉 然后他也非常的气愤 我遭遇到这样的事情 嗯 因为其实内在都会有某种程度的投射 就是把自己的委屈投射在朋友的身上 但是你知道吗 就现在过了三年 然后我开始理解到 嗯 当初看似很伤害的这个所谓的背叛的这些事件 但是我现在再回头去看 我真的是抱着一个感恩的心在看这件事情 嗯 我觉得如果没有这个我的生命不会成长那么大 然后我对我的前男友也好 或者是那位第三者也好 我真的都没有什么太多的负面情绪了 嗯 而且我很感谢有他们的出现 就是让我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 是啊 你不觉得在我们的周遭 越是让我们经历那种很痛的那种 反而都是最好的老师 对 而且甚至我现在跟他们也 也还可以当朋友 嗯 对我就觉得这真的没有什么 那所以如果现在我的朋友遭遇到背叛 或者是类似的状况的时候 我不会觉得他很可怜 嗯 你明白吗 我知道 就是如果我现在周遭的一些人 然后他们有过类似的经验 我不会去可怜他们 我反而会觉得为他们感到高兴 嗯 我会觉得这个是你 为计划为转机 是你成长最好的机会 是你去练习爱 饶恕 然后是你去练习爱自己 然后自己成长 就是好像那种蝴蝶要变成茧 中间那个丑丑的过程 但是最后你会从一只丑丑的毛毛虫 变成蝴蝶的那个过程 我会替他高兴 所以说实在的 你不觉得有很多 在节目谈谈论那么多 我们都很想要帮助他人 但是很奇怪的一点 很重要的一点 是自己的内在 愿不愿意去改变 我们都一直想要去改变 人家 希望说他能够走出来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再多的专家 讲了这么多 对方自己的内在 他不想要去改变 对啊 你也没有办法 因为那个耳朵是捂起来的 对啊 对啊 所以回到刚刚的那一个朋友的身上 如果他这一阵子打电话 给我们的共同朋友 还在说我很可怜的话 那肯定是他自己的内在 他没有走出来 他自己离婚的那一块 他还是觉得他很可怜的 所以他把同样的想法 还是套在我身上的 对啊 所以安老师刚刚说 我要去跟他们吃饭 不是因为我要说我现在过得多好 而是我要让他看看说 他其实可以过得多好 对 他可以完全的放掉这些东西 他可以把这件事情变成是一个 看似是一个打击 但是事实上是一个化妆的祝福 给到自己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真的是 我们在看外面的事情 就像上一集 安老师跟阿智在聊到的 就是说 其实外在一切事情的发生 外在一切环境发生的事情 我们都可以去对应 我们内在的状态 然后当你内在的状态 你愿意去聆听 愿意去改变 愿意去成长的时候 很奇妙的 你会发现你外在的环境 也会跟着改变 因为我常跟很多朋友讲 其实所有的一切一切 真的都跟我们的内在有关系啊 就好比我们遇到 所有的喜怒哀乐 你注意去看哦 你现在在开心 其实悲伤是同时存在的哦 是 你现在在悲伤 快乐也是同时存在的 只不过哪一个先跑出来 我们已经习惯了练习 比如说我今天吃到很棒的食物 好开心哦 但是吃到不棒的 那个感觉也是同时进行的嘛 它是同时存在的 但是当我们去慢慢去了解 原来很多的一切 它都是同时存在的 你也不用太开心啊 就以平常心去看 为什么说中庸之道 中庸之道 很多东西你不要太极端啊 我觉得我的想法跟你有一点不一样 可能殊途同归 但是有点不一样 我会觉得就是 悲伤也好 欢乐也好 就看似有这么这么多的情绪 我们可能都给他贴了一个标签 就是有好的情绪 有坏的情绪等等 但是我觉得人之所以为人 我们没有成为石头 或者是成为其他的物种 也许就是让我们去经历 这一大堆的情绪 其实情绪 我觉得情绪啊 人类最大的幸福 就是情绪 你有喜怒哀乐 你有酸甜苦辣 就是有这么多的不一样的东西 去构成你的生命 那个才是圆满的啊 对啊 所以我觉得像哭的时候 就要很大声的哭 笑的时候就要很开心的笑 就是我是享受在每一种情绪里面 我不会想要说 我要从一个很痛苦的情绪里 就要拖出来 因为其实这一些情绪 对我来说都是所谓好的 那个都是我人生的一部分 都是让你更了解生命是什么的东西 那本来是这样子啊 但是人练习就是要练习在这边嘛 你如何去享受每个当下 对这个话题很好 因为有很多听众朋友 写私信给他老师说 可不可以做活在当下的 聊一聊到底要如何活在当下 嗯 其实当下不管你是悲伤的 不管你是喜乐的 你就好好地去享受他吧 他没有不好 他只是很忠实地呈现出 你的内在的一种感觉而已 所以你就去享受他吧 嗯 类似的话我也讲过 但听众朋友无法理解 你可不可以讲一些 比较让他们可以理解 因为有听众朋友真的是 接了连伞一直问我类似的问题 我说我已经分享过 但是他说听不懂 嗯 对 其实很多 我用茶来比喻啦 像我们在喝茶的时候 我常常喝到很不喜欢的茶 然后以前会很厌恶 那后来我开始慢慢学习 从这些不好的茶 我去欣赏它的优点 我去很努力去看看 是这么的不好吗 有真的这么差吗 然后我反而是一种 用欣赏的角度 我开始慢慢重新去品尝 诶 当我们把那个主观意识 先放一旁的时候 你用一个客观的角度去 去平饮它 我告诉你 再怎么烂的茶 都会有优点 然后反观 那你觉得如花美吗 如花美啊 它很美 嗯 我所谓的如花美 就是说 它可以呈现出我们 一般人所没有的特质 嗯 你有办法吗 要不然你可以有 如花那一种 那一种喜感吗 就没有 对啊 所以说 其实我们用一种客观的角度 每一个 每一个人事物 都一定有它的优点 只不过我们 都不愿去欣赏它而已 嗯 我们都愿意 用一个集体的意识 去欣赏它的优点 但是却不去看它的一些 它最具有独特性的那一个面 你说再怎么好的茶 它还有它的缺点 还是有啊 嗯 那只不过说 我们都已经忽略掉了 用一个比较客观完整 去欣赏每一个人事物的优缺点 一定有它的优缺点 那你其实优点跟缺点 你在放大 用更高的角度去看 其实它有它的特色 它没有好跟不好啊 其实我觉得就是回到 我们所谓的活在当下 Living in the present 它有一句话很经典 这句也是所谓就是 定义啊 什么到底 什么叫做活在当下 它讲的就是说 你pay your full attention here and now with curiosity and kindness 就是你把你所有的 这种经历 所有的专注力 都投射在你现在 这个时刻 这个地方 而且后面有两个词很重要 就是你是用一个好奇的心 还有一个慈悲的心 就是就像你刚刚讲的 你也觉得如花很美啊 它具有喜感 然后我觉得那些很痛苦的情绪 也可以去享受 其实那都是一种包容 一种 我所谓的慈悲心 我觉得就是一种包容力 而且你会去探索 它有什么样的可能 那就是所谓的curiosity 一种好奇心 对 你会去探究事物所有的可能性 然后用一个包容跟慈悲的心去 很喜悦的去看待它们 那个就是活在当下 我觉得没有什么好与不好 你不觉得我们人就是在练习吗 从二回到一吗 从分别怎么去回到不要分别吗 当一个人的那种分别心 越来越少的时候 我相信他一定是越来越快乐的 是 我最近就有看到有一些朋友 特别是一个好朋友 他生了小孩以后 我突然发现他的那个分别心 就降低了很多 他以前常常很不快乐 就是因为他分别心太重 但是当有孩子以后 他那个分别心瞬间减少 我觉得减少了几倍 因为孩子 无论他是怎么样子的 他今天可能 他做很多你不喜欢做的 你不喜欢的那些事情 你都要那么那么的爱他 对啊 全然的接受他 所以他那个分别心就少了好多 当他分别心少的时候 我就发现他自己跟我说 他觉得他整个人的那个气场 都好了很多 然后他说他现在好像很少讲 很少很少讲负面的话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孩子 也就是上天的一个礼物送给他 母爱就涌现出来了嘛 其实母爱就是全世界最包容的爱 所以如果你是公的 或者是说你还很年轻 没有小孩的话 没有关系 照样的我们可以练习 用一个好奇的心和一个慈悲的心 去看待你现在身处的每一件事物 包含你自己 那就是最好的活在当下 我们今天时间也到尾声了 进一首歌要跟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咯 我们听Susan Wang的 I Wish You Love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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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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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